原諒更尖酸 肢體更誇張 越接近大選日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炮轟對手的火力更猛烈 不過最後關頭 他又傳出性騷醜聞 一位民主黨籍志工 曾擔任模特兒的女性 威廉斯 二十一號控訴 他一九九三年曾被川普騷擾 五十六歲的威廉斯指出 他一九九二年二十多歲時 透過已故富豪艾普斯坦 認識川普 當時艾普斯坦的性犯罪 還沒被揭露 隔年艾普斯坦 帶他去拜訪川普 一見面川普就毛手毛腳 艾普斯坦卻沒阻止 威廉斯事後回想 覺得自己被設計了 威廉斯後來就跟艾普斯坦 斷絕關係 CNN向威廉斯三位朋友查證 證實他十多年前就提過 被川普性騷 但川普陣營對指控一概否認 反控賀錦麗陣營捏造故事 川普本人則是照常競選 沒有提到被控性騷的事 大人三二十四號兩天 連跑喬治亞州 亞利桑那州 內華達州催票 邀嚇女性選民把先生帶出門投票 把你的臭臭臭臭臉 你會選擇 川普聲稱自己在搖擺州的民調 已大幅領先 不過各家民調顯示 他只有微幅領先 兩黨基本上還是勢均力敵 難分勝負的狀態 華視新聞選鈴 端正博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YouTube